走 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压力非常大吗 大到之前不是讲吗 现在封房间最重要的龙头就是万科 万科当时本来说花很多钱去救 竟然救不了了 对 没错 事实上记这个碧桂园 跟这个所谓恒大之后 第三家有可能会这个倒的巨头来说 也是这个万科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万科呢 它的股价跟这个 这个债势出现一个双杀的这个局面 当然万科出来喊话说没有这个问题啦 我们这个绝对没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资金的问题 他说什么 他们说万科背后是深圳地铁 那深圳地铁背后是深圳国资 所以怎么有可能会有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呢 可怕在哪里 如果你后面是深圳地铁 深圳地铁是深圳国资 连这样子万科都倒的那还得了 对 但是你看他出来喊话来说的话 股价跟这个债务呢 跟这个债呢还是持续跌 所以显现的市场信心是处于一个崩溃的这个局面 那市场信心为什么会崩溃呢 因为很简单 现在大家 保险 现在大家中国现在 因为房地产拖累的关系 现在中国民众有两件事 第一个是什么 我要这个上街去抗议说你房地产叠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我要上街头 上银行去 要我什么 要我的钱 那现在呢 现在中国民众呢 因为银行很多钱都蹲在这个房地产上面 它流动性出现问题啦 没有钱可以给你啊 那很夸张 最近这个统计数字哦 辽宁的平安银行 云南的这个农业银行 江苏的邮政银行 立水的中信银行 长春的这个华夏银行 那四川的这个建设银行 然后青岛的这个农业银行 这个天津的这个农业银行等等 他们都说过什么 这些银行都出现 钱转出去了之后 然后就不给 转不出去 然后钱也没办法领 然后提款卡被锁 所以这是这么多银行哦 而且都是大银行 然后这银行还 这些民众还在银行前面喊 还钱还钱 那这些都是画面 所以他们现在 有非常多民众在这个地方 那甚至还有民众说什么 我去林桂林 可以吧 林桂林他说 他在那边花了33个小时 他居然还没办法领出他的钱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中国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阻止民众 你把钱从银行里面拿出来 所以显见 我们不敢讲 平安银行 农业银行 虽然说他的据点不见得是好的银行 邮政银行 中信银行 华夏银行 建设银行 这都是大银行 所以你要知道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体系 真的出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讲的 银行的放款40%是在房地产 如果你今天房地产出问题 你40%就无法流通了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 他们民众完全都是这样 一直在吵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什么 因为房地产出问题之后 这些工人要讨薪水 他说你既然没有薪水给我 一个月我们这个所谓薪水 他们就是说 从10月19号到11月4号 一直在炒 炒了这么久 你说这些建筑工人都没有薪水 对 那甚至还有什么 甚至还有楼盘 他原本是说 我有钱可以这个供卵 就没想到因为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楼盘的营运很差 所以也不供卵给你了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 到处都是这个烟消位 很惨的这个状况 席卷到连银行都出现问题了 这更可怕的是 跟我们跟你讲的 现在连很多的医院 医院居然发不出薪水 而且我们讲这个以后才发现 我们有很多资料是 越来越多的医院 发不出薪水了 而且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除了这个整个 中国的房地产拖累之外 银行体系出问题之后 医院也是一样 医院你看 这是一个汕头式的一个医院 有一个医院来说 他就po出一个 一个征信员工 他讲 他就跟官方就说 你这什么时候 上个月的工资 什么时候发 还有很多没有买就等工资 然后没想到他居然跟他呛声 出来说话两句 你沉默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你这是威胁我 你敢再说吗 两个好像就吵起来 除了这个医院之外 另外还有别的医院 这都很多医院就是 他们现在这个医护人员 他不是在看病 他们都跑到外面来 外面来干什么 讨薪 这个维权 你看这也是另外一个医院 这个何哲市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你看半年没发工资 我们要生存 就是这样 恳请父母官为我们做主 所以显现中国 现在的资金锻炼问题 真的比大家想象中 都还要更加严重 好 许薛 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现在要干嘛 他把青年失业率的 这个数字不公布了 最后公布的数字是28% 然后就提债 现在有人讲40% 你想想看 如果中国年轻人 20到29岁 你有40%的失业率 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做一件事情 赶快鼓励年轻人下乡 但你鼓励年轻人下乡 他下乡有工作吗 那你下乡没工作 你留在城市站吗 他们说 他们就躲在 留在这个青年旅馆 那青年旅馆什么 我看了又吓一跳 也太破旧了吧 是 宝贝哥 大家讲上海居大不易 即便说政府再三宣传 但还是现在有大量的年轻人 就是涌入到这些都会地区 甚至还被外媒报导 这个纽约时报 就特别把这些中国人 年轻人 一些凄惨状况 用报导专栏 把它写出来 里面讲到说很多人 为了说能够继续留在上海 甚至不惜说住 一个晚上八十块啊 或者说这种 很廉价便宜的那种 青年旅社 出现这种现象 但他们的工作呢 能够好的薪水吗 也没有 来 我们带你来看到 这个相关的画面 你看到现在这个东西 两千年旅社 对 这个青年旅社 我看完之后 我只有一个想法 天啊 这比我当兵的时候 住的通步 还要糟糕的环境状况 宝贝哥你仔细看 他除了说 一张一张的床 每个都有上下铺 而且全部聚集在一起之外 最可怕的是什么 镜头稍微一个转过来 竟然连马桶都在房间里面 马桶跟人睡的地方 处在同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画面 而且还是开放式的马桶 难道你要把这个东西 行人称说是套房吗 他真的没隔间 对 还没有隔间 是开放式的哦 那我就想了 你今天一边睡觉 有人一边在上厕所 旁边有一边人在洗衣服 当然啦 每个晚上说20块 真的是很便宜 但这种居住环境 这是人住的吗 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嘛 此外夸张的是什么 他们号称说像这种 20到30块的青年旅社 都是男女通步 反正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啦 反正欢迎大家 一起来群聚在这边 还有人说 只有一张床 连个桌子都没有 完全没有哦 他们就要把旁边 比如说阳台啊 像看这个阳台 就是我的梳妆台 没有电灯怎么办 天然的阳光 就是我最好的这种 这种照光灯 让我能够一面 迎着阳光 一面看着镜子 就在这边化妆 甚至还说 我刚才讲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为了省钱 男女都住在一起 所以有些什么 男生要把这内裤 直接掉在这个床边 问题是 你女生也在旁边啦 因为晾衣架太麻烦 他只能用这种方法 来做什么 来把自己的空间 做最极大化的作用 所以一旁的柜子 可能会堆着沐浴用品 堆着他的书籍 堆着他的杂物 通通混在一起 这政府有没有想办法 政府想了一个奇怪的办法 而这个办法就是说什么 让老人家 可以来去 折抵年轻人的房租费用 也就是他们是用募集的方式 每个月呢 你只要陪这些老人家 比如说 陪他十个小时 我就可以不收你房租 每个月只需缴三百块 人民币的管理费 那你说这个东西 他可以坐在养老院 对 坐在养老院 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要 抢爆了 一堆年轻人 抢着来报名 去住养老院 这样照顾老人 对 你要每个月陪他十个小时 然后住在养老院 然后呢就缴三百块的管理费 但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 讲的是住的部分 但吃的部分更惨啊 现在整个大陆还出现一个APP 叫做什么 叫做 洗食魔法袋 听起来哇好梦幻哦 结果是魔法袋还是什么 是一堆大陆年轻人 抢着要去吃我们讲的极其品 你就知道整个状况有多糟糕 人家讲到 银行的信用 其实跟皇后的争吵 是不可以被怀疑的哦 当你的银行的信用被怀疑了 你就会有击退 你就会有金融风暴 之前我们讲到 中国大陆 有一个在广东 他说我存了一千万的人民币 到最后 我居然被挪佑 挪佑只剩下六毛 然后他告诉无门 那你讲说那是单一事件吗 今天有个新的 大概什么 六千万的人币比 和2.6亿的台币 2.6亿的台币 去存到了 而且是招商银行哦 是中国第六大银行 存到这里面 竟然只剩下25万 2.6亿 只剩下2.20 25万 然后也是 告求告无门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中国的银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现在轮到 招商银行都出事 招商银行 我先跟他讲 他的江湖地位 江湖在中国有四大银行 工农交建 但是他大概是第五 或是第六大 然后他是最早最早民营化 而且大家都说 他的业务能力 或是获利 都相当好一家公司哦 获利很好 如果你是用获利来说 他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哦 而且我们先讲 他目前的市值 大概折合新台币 是3.7兆台币哦 这么大的公司 就没想到他居然偷人家的钱 把人家从2.6亿的台币 偷到剩下25万 你能够想象吗 3.7兆台币的市值 你连2.6亿的钱都要挪用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 主要就是一个 湖北操作公司 他就说 他又发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 中国上市公司 对 你连上市公司的钱 你都敢骗 对 所以他必须要发 他发出来就说 我们关于部分银行存款 被转化为风险提示性的公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原本存的 约某是折合新台币 在2.6兆 到中国招商银行的 南京城 南京城的城北分行 就被他花进去之后 没想到他这个钱 我是存在我的账户里面 就被他银行跟你说 他已经被花入所谓 保证金的存款账户 保证金存款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挪用到 因为什么 我工商银行 我跟北控公司 还有这个南京的 这个农园 农园的这个惠能公司 我在这两家公司 我有欠他们的钱 所以我保证 我必须要拿出一些保证金去 保证他们的票 是可以挤兑的 是可以兑换的 所以我就把你的钱 挪到这两家公司去 那这两家公司 如果你照理说 如果你这两家公司 是跟湖北的这个操作公司 有往来话 那我还可以接受说 啊 好不好 你就把我们的钱 挪去还给他们钱 OK 但是后来 湖北的操作就说 这两家公司 还没有一天回事都没有 所以就说 那是银行 你自己挪用的钱 到那个地方去 那你说 因为你银行 已经现金短缺 所以你在搞这样一件事情 对 所以就被他说 你到底是怎么 你出什么事 你银行真的是没有钱 可以去承诺 你承诺人家的钱 应该给他们的钱 怎么会跟我们 公司存钱的钱 是有关系的呢 就是我给你2.6亿 你给我换了账户 换了账户以后 你再放贷给别人 放贷给别人 别人还不了钱 银行就跟我捣账 对 所以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 莫名其妙 那你要说 只有这件事莫名其妙 没有 那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很多 尤其是乡镇 乡镇地方 很多民众在抗议维权 为什么 你看 你说那不是单一事件 不是单一事件 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从网络上 或是最近发生 因为现在很多讯息 都被屏蔽起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等了600多天 很多中国 在前一阵子 很多村镇银行 不是说爆雷吗 爆雷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要钱 我们这个银联卡 完全都领不出钱来 然后他们就 比如说很多时候 会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去 去这个要求说 他们要还钱 那你看 其实不只是河南 连安徽 很多地方 很多村镇银行 都是这个样的局面 他们都上到 高速公路上面去抗议 但问题是这些都没有办法 人家都没有办法还你钱 那甚至还有一个账户 就是说 一个大连的出户 600天都领不出来 600天 对 600天 然后他就自己是 剪菜业过日子 那甚至还有一个 烧心的出户是说 我母亲得了癌症 那我的银行被冻结了 我没办法拿钱出来治疗 所以 我母亲就因为这样过世了 所以那些 我钱存在大连 对 600天都拿不回来 我的钱存在大连 结果我每天要剪菜业过日子 对 所以那市场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概涉及的规模有上百亿台币以上 这钱都完全动不出来 刚才讲到 你割韭菜 对 割一般老百姓韭菜是一种事 你如果觉得割的上市上柜公司 对 上市公司的酒菜你都敢割 对 就代表你的金融有多大问题 对 你可以试想吗 我们台湾的大银行 然后去跟上市公司拿钱来 这个 说我们现在欠钱 把你的账户拿来挪用 这这么完全不能想象 可见他们的金融状况 比大家想象更加严重 好 那除了金融状况严重之后 还有个什么 地方债 因为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网路上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医院 这是在约末是在河南的这个医院 里面来说话 这个一个叫如舟市的这个医院 这个是妇幼医院 就妇幼医院 你看他们在抗议 为什么 医生就说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钱了 结果他们去跟这个地方的卫健委去抗议 然后卫健委说 我们也没钱 所以没办法 这个拉倒 这太无赖了 对 你今天欠医生跟护士的工资 就卫健委就是 你得说 有些人是他的卫生局 是 我去跟卫健委讲 你要给我钱 居然就两个字 没钱 而且他说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就这件事情就 在网路上大家讨论 这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他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家医院 其实长期就已经 已经就是被列为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他 过去一段时间 营运就不佳 就没有营运不佳 他最近还跟人家买设备 他最近还买了这个 300万的这个设备 所以就说你看 中国连医院都这个样子 好那除了这个监医院 还有另外一家医院也是一样 这叫湖南的这个康雅医院 他也是因为 康雅医院他们也算是当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医院 就没有营运 我看了这个康雅医院的介绍 对 他现在看起来有模有样 对 就没想到他们就说 因为我们营运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被这个 益阳市的这个中心医院 把我们接管 接管 你看这这么大一个 然后就完全的员工就解聘 解聘的时候 那你解聘可以啊 你要清算我的劳资啊 你要把我欠的钱还我啊 对啊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反正我们就直接办 你的欠钱就一笔勾销 就没有 就接收就接收了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就收到这个通知 他们已经700多天这样子 一直在那边等着我们的钱 就完全都没有 好 那你要说只有这两家医院 没有 你看这个江西的这个教师 也是一样 欠薪水 另外一个 廣门的这个地方 工业区 工人说 已经欠薪我三个月了 另外还有三星的这个 这个所谓梅交的这个集团里面 也是一样 抗议啊 所以那四个千五过前为止 中国到处都是欠薪啊 然后没办法营运下去的 连医院都营运不下去 然后连这个 连招商银行都要扣上市公司 2.6亿 我是一个3.7兆的市值 我居然挑2.6亿 你可见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 好 郭政 现在中国经济有这么差吗 我们知道 经济差的最后征兆就是 你发生金融风暴了 对而且中国可怕是 大家都没钱 那没钱怎么办 拿东西出来卖嘛 现在是房子都卖不掉 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 房子卖不掉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什么 最可怕不是雷曼时刻 而是天天都是雷曼时刻 这才是更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刚才看到的是广州 跟赵商银行都出事 那都是中国一线的地方 现在更可怕的是 广州这样的地方 本来房价跌很少了 现在很多人没钱嘛 没钱怎么办 因为都缴不出钱了 只好把房子开始卖掉嘛 卖掉才有钱 不然地方政府怎么有钱 所以现在是保利地产 本来九月一平还可以 保利地产 是中国军方的 保利集团的 对军方的 有军方色彩的 而且是太子党的 这件事情可怕不是叠价 而可怕的是 当这些价格一开出完之后 民众马上来抗议 抗议之后 地方政府说 那不要卖了 因为怕丢脸 怕会产生 是社会暴动 结果没有卖掉 没有卖掉就变成 钱就拿不回来 所以大家都死撑在那里 双方就陷入一种 胶着的状态 所以你说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 就变成一个死钱了 现在中国房地产 就像这样子 我就是卖不掉 卖不掉了以后 我地方给我没有税收 这变成了一个 无法处理的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今天建商 我就干嘛 我要折价 折价以后 我就要折价办 可是我已经买 你的房子的人 我已经买了你的房子 以后 我就眼神是看到 我的房子腰窄 所以这些有房子的人 就抗议了 当然抗议有多大 我们看到那个折价 金融时报 有去算一个数字 刚才看到 折价是50% 惠州是广东 再来是武汉 这就是一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 中国整个房地产 总额是有300兆金额 这么多 如果跌20%而已 就是数值兆 你就把30兆除以 20是60兆 等于全民的资产 都会跌到60兆 这是多可怕的资产结束 这一二线城市 全部往下跌 所以为什么 交易量完全停滞 没有人要买 因为你不跌价卖不掉 你跌了 人民都抗议 多可怕的资产损失 300兆到400兆 跌50% 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跌50% 就代表我现在已经买房子的人 我的身价就少了50%了 你房贷还要继续缴 你是负资产 你要缴一辈子 你根本没有办法填那个洞 对哦 如果我还要再卖的话 搞不好 连我的贷款都付不起 对不起 招商医行会通知你 你还是要把那笔钱补足 所以你刚才亏了那500多万 还是你的账 这是可怕的负资产 你是一辈子还不完 但是对房地产业者来讲 一个雷一个雷爆 你不卖 雷会继续爆完 所以最惨的是 房子没能盖 没能盖就没有消费 就业率就上不来 你说台湾也受到影响了 当然了 因为中国钢企有23家 上市公司13家都赔钱 中钢寄出了15年来的库长股 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 因为都在赔钱 没有办法中国把钢铁卖到水下 因为房地产没能盖 没有我们能盖 水泥没有要 钢材没有要 就业率就上不来 没有人买房子 所以中钢就非常地惨 因为我们的中钢 我们就是很多的以东南亚 以亚洲为市场 现在中国根本没有在盖房子 我生产那么多钢 我就低价请销 低价请销 就冲击到我们中钢了 对 他们是赔钱卖 所以中钢也没有办法 外销的部分都在赔钱 所以现在也赔钱 15年来第一次用库长股 上一次是金融大海啸 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 那连中国的进口也受到影响 中国进口 现在习近平开了进博会 这是习近平创造一个 万国来潮的景象 就是所有国家 进口博览会 来买中国的东西 结果出现什么状况 变成小额金 小额重要 没有台商愿意去摆摊 因为都没有成交量 没有台商要进去 台商本来参展的加速 少了81拍 欧盟也没有人要参加 为什么没有人参加 因为我摆摊之后 没有成交 变成一场政治大拜拜 好 所以董事长 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是 李克强大家为什么这样怀念 就是因为大家对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经济 还有一点一点的期盼 如果李克强没了 这个期盼真的没了吗 保健你要知道 李克强那个十年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然后最后的十年的光辉岁月 而且那最后的十年当中 有好几年碰到疫情 然后碰到所谓的反贪腐 已经有很大的挫折 让李克强的发挥的空间 已经在缩小中 但是他也面对问题 有承认的中国经济的 实际上的困难 包括有六亿人口的收入 是在一千人民币的 这种贫穷线 所以这都是事实的问题 但是到了现在的中国经济 是跟中国政治完全挂钩在一起了 你要知道 你现在看到李强在开会 看到谁在开会 那都是假的 真正的决定事情就一个人 习近平 就习近平 一把抓 通通抓在手上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习近平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几个字跑不掉了 所有的事情 不管大事小事 经济当然是他要搞 所以他中国的金融会议 也是他主持 他连人民银行都去了 他通通都是他管 所以你在那边讨论 什么经济问题都没有用 完全就是他老大 一念之间来决定事情 一念之间 他认为就是他一把抓 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最后都是失业率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失业率 曾经现在停止发表公开数字 对 最后一个数字 20 28个百分点 这个是20 你要忘记了 4月份的时候 28个百分点 后来就停止发表数字 所以不敢发表 那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问题 因为当年轻人没有工作 他会干什么 造反 他的体力旺盛 他会闹事 他闹事会给你搞很多事情出来 所以他现在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是各个 他现在是遍地烽火 遍地烽火 他连房地产这种不可能救东西 他都出手去救了 对 所以他这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因为他国家现在是 已经整个总的财力 总体上来讲的话 是在萎缩当中 对 所以他开了很多会议 包括国际的会议 你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征兆 就是说 过去很多源外计划 现在没有了 没钱了 没有没钱啊 就没有钱了 巧妇然为吴敏 所以你没钱要当老大 对 就很难当老大 耍耍嘴皮子 所以中国现在不能当老大了 他还是当老大 相当老大 邪恶轴心的老大 他现在是反美的老大 因为在反美这方面 他是老大 没有话讲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世界上两个战争 两个战争的背后 俄乌战争跟中东战争的背后 都是中国在作为主要的主导者 对 这是事实 所以那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对他经济有没有改善 没有 没有改善 因为经济要回到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坏人家回到什么东西 你还如果用国进民退的话 你的民间企业 没有利益 你的民间企业继续衰退 你的金融不救民营企业的话 你的整个的力量还会很难支撑 而且最重要的客户是谁 最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不断地在杯葛 不断地在制裁你的话 你怎么处理 另外小事一装 就是在封到一个鸿海这个事情 你鸿海这种事情经常搞的话 台商怕都怕死了 吓都吓死了 逃了嘛 我昨天看到凤凰网 讲了一大堆的这个 凤凰网不是网路乱讲 凤凰网直接就讲说 洞要去 什么鸿海现在的员工的加班 不准加班 然后让员工减薪 薪水收入减少 写了一大堆坏消息 凤凰网直接 凤凰网算是一个 它这个正式新闻媒体 写了一堆有的没有的 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立刻就把它传给 这个鸿海的高层 我这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跟我回四个字 他说胡说八道 就是这种 你了解我意思是没有 你这种打击企业 重大企业的这种方法 到处都 你都无所不用其极 你都整个失控乱套的方式 企业怎么办 一条路 我有脚 我可以跑掉 习近平最近的一个动作 感觉那个气氛非常不寻常 因为他是国家主席 这些年来 唯一去参访人民银行的 而且他对于所谓的汇率 对于所谓的外汇 极为重视 对你看他去访问这个所谓央行的时候 你看国际媒体都在报道 你看这是彭博社说 习近平史无前例的访问人民银行 然后华尔街日报也在报道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呢 而且他这次到这个 这次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人民银行的时候 因为人民银行现在是 给他换上来的人 潘胜公司他换上来的人 然后他跟何立峰去 然后再次参观了人民银行之后 还参观了外汇管理局 为什么 因为最近人民币的外汇跌太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民币扁成这个样子 然后同时之间 他有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要发国债 然后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国过去很少发国债 他们中央的这个财政不错啊 但是现在发国债意思是什么 表示他也认为说 我中央的财政 钱不够了 真的有点吃紧了这个局面了 而且现在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提到说 现在跨国企业 白了我们就知道已经开始 紧述的离开香港 现在的说法是 不能呆了 对你可以想 这是总部设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公司 你可以想 现在在美国在总部的 现在在香港的地位 这个香港的公司 一直不断的在减少 那中国内地的在往上升 也就是说 现在香港已经变成是一个 中国的这个城市了 那甚至你知道 现在很多海外的人员 去香港你知道怎么办吗 有一个澳洲网路公司的 一个执行董事 他就说 我前往香港的时候 我现在会带一次性的设备 就是包括说 手机啦 笔记型电脑啦 这些东西 我都要先把它移除 那移除之后呢 我来去那个地方 我就可能就可能就留在那边 丢在那边 我就不会收回来 所以他实际上 现在都是这样子去香港 所以如果香港现在 已经没有那个国际地位的时候 整个香港的经济地位 当然往下滑 连带着告诉你什么 中国的经济 当然会变成 这个不太好的这个局面 好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 就是澳洲的达尔文港 本来是吧 本来说我租给中国 但是后来因为 中国跟澳洲关系不好 我要取消 但是我最近 我又要开始 我履行这个合约 你还是可以租我的港口 我想说是不是澳洲妥协了 澳洲放软了 澳洲要赚钱 可是后来发现 还是不知道说 原来中国对于澳洲的龙虾 对于你的红酒 对于你的木载 甚至接下来对你的铁矿 对于你的这个所谓的煤矿 我要全面解禁了 11月4号 他们的总理 282S要去的时候 双方已经有一个默契 什么默契呢 包括龙虾跟葡萄酒 这个部分我会继续 就会松绑 不会再给你这边 刻针相关的关税 但在另外一方面 其实中国最介意的 还有一个 就是达尔文港 达尔文港 就是澳洲 在10月20日的公布的时候 他说 国家安全风险进行评估之后 我们决定 不取消中国蓝桥集团 对于这个达尔文港的 99年的一个港口租赚 继续租给他 继续租给他 那时候其实这个港口 是在2015年的时候 这个集团用5亿澳币 去取得这99年 那后来我们都知道 在2018 2019的时候 莫里斯那时候 他们就认为说 你这个美中关系 还有澳洲跟中国的关系 也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之下 就喊咖 这个东西不能再 不让你使用 尤其达尔文港 对美军来讲也是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喊咖动作 现在两边的一个紧张队 是开始在慢慢放谎的情况之下 达尔文港就是个象征的一个意义 什么意义 因为中国现在 煤炭先把你解禁了 木材也解禁了 现在葡萄酒要解禁了 龙虾要解禁 然后就讲 那你继续让我继续租下去吧 对 愿意租下去 所以等于是两方都有释出一个友好之意 所以现在中国对澳洲真的是硬不起来了 真的硬不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长达三年多的中国 北京对于澳洲的经济制裁 三年多下来发现 其实伤到最多的是自己 因为你的铁矿砂这个部分 到现在三年多来 你还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其他的替代来源 那你说中国自己不能开挖吗 可以开挖 可是你知道吗 原来你算是个不合的 他只要跟澳洲买美工顿的成本 其实大概只有30美金左右 但是他如果自己开挖 他60到80美金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不复这个成本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几箱的一个思量之下 算了我们两方还是互相的握手言和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过去这几年来 事实上澳洲 不管是奥克拉斯 或者是说跟美国这个部分 甚至跟日本这部分的军事合作 其实越来越密切 而这个军事合作 现在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因为中澳关系的解冻 而还是很康 所以董事长 现在美国也太狠了吧 他刚刚讲的 你以前你要建人家 你至少给人家一个月的缓冲金 现在NVIDIA的A100 H100不能卖 算了 你现在的A800 那个A800 H800你也不卖 不卖了以后 你居然当天商务部直接打给NVIDIA 就告诉你说 我在打电话给你的这一个时间 马上生效 不能卖了 宝洁 因为一般这种制裁 或是贸易制裁 禁运 从历史上来看 有没有彻底成功过的案例 没有吗 从来没有过 那为什么这时候马上打电话干什么 雷蒙多做这个动作目的何在 目的何在 很简单嘛 11月份的拜习会 他让习近平痛嘛 痛来什么 交换条件嘛 那现在拜登最急什么东西 最急什么 以阿战争嘛 以巴战争是第一个优先的 所以他要准备所有谈判资料 到时候你碰面的时候 他们一条一条来谈 包括台湾选举 都在里面是 会在里面谈 当然要谈啊 他一定要谈这个事情 要戒选 美国也要戒选啊 中国也要戒选啊 我们两个都要戒选 我们两个讲好一起怎么戒选 不是成本比较低吗 压力比较小吗 然后两个都能得到好处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这概念是这个 所以你听我讲 他现在北京有 有他经济的困难 没有错 但你要承认一个问题 他的量体还是世界上的第二大量体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东南亚市场 整个都已经兴起了嘛 东南亚市场 我前两天看一个 演讲 看一个那个新加坡的一个 一个外交部 前外交部长演讲 以前日本跟东南亚市场的量体比较 大概是十几倍比一 现在这两年 是1.5比一 东南亚一直大起来了嘛 然后中国 没有 并没有缩小很多 所以这两个都是在经济上 中国要去争取的东西 所以他对南海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美国对南海拼命下功夫 美国能够介入亚太的只有一个东西 南海 军事 航行权 就是军事 安全议题是美国的一个擅长 而且唯一可以压制中国东西 那可是在真正的民生关系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其实经济议题 贸易议题 这一类是 所以你看到没有 习近平开始对每一个国家 开始在经济上面 不断地推动活动 推动解套 让他的经济的议题 能够量体能够扩大 扩大情况之下 在这个外交的竞赛上面 他的多一个筹码来跟拜登来交易 这主要的目的 因为未来来讲的话 只要你挡不住 这几个新兴国家 跟中国的贸易 或经济的成长的情况之下 你看看美国的工人还在罢工 看美国工人懒惰的这种情况 所以美国即将脱离 世界第一大GDP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才是未来最可怕的事情